在8月12日,已经101岁的杨振宁罕见地登上了热搜,这步游让大家非常好奇,他究竟干了什么事,才会登上热搜,因为大家都知道,杨振宁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,他平时很多的时间,都投入到了研究当中,所以除了当初结婚时登上过热搜外,便很少上热搜。 所以大家抱着好奇的心态,点开了这个热搜,才发现原来是杨振宁近况曝光了,因此才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,其实这也可以理解,因为现在的杨振宁已经101岁了,能活这么大年纪,平时的生活自然是备受关注。 据悉此次他们现身的地方,是日本的某个酒会,当时杨振宁携旗赴日游玩笑容满面看起来非常开心,其实这已经不是翁帆第一次参加日本酒会了,因为在几天前,他就受邀参加了当地一个酒会,当时的他穿着一身绿色的旗袍,手上还戴着三个钻石首饰,看起来非常的低调且奢华,但当时杨振宁并没有和他一起参加, 而是让他自己去参加的活动,当时不少人猜测两人是否发生了什么,对此由网友觉得,应该是当时杨振宁刚到达当地,身体还没有适应过来,所以才会造成只有翁帆一个人参加酒会的局面,所以这次两人才会一起参加,可以看得出来,杨振宁对当天的安排非常满意,所以脸上还带着微笑,但更多的人搞不清楚他是因为复日游玩开心, 还是为和妻子参加活动而开心,因为这两种开心是不同的,但他们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,反倒是翁帆的样子,看起来并没有前几天在酒会上,那样的游刃有余,就仿佛用什么事情压制住了他的本性一样, 这一点在翁帆站在杨振宁身边的时候,非常的明显,因为当翁帆站在他身边时,很多人都觉得翁帆像个保姆,因此翁帆站身侧被指示保姆,成为了大家议论的焦点, 毕竟当时的翁帆和他单独外出时,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,让人感觉很违和,因此才会产生讨论,有的人觉得翁帆这样一直和杨振宁在一起,多少有点压抑住自己的本性了, 这样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,因为大家觉得这样的爱情不像是爱也不像亲情,更像是保姆和护宫的角色,这样的角色不是大家所愿意里看到的,至少两人应该相亲如宾才对,但是对此也有人给出了不同的看法,他们觉得这条路是翁帆自己选择的, 所以他最终的生活状态,也是他自己体验,并不是外人说不幸福,那他就真的不幸福,毕竟所有人的观感是各不相同的。 2023年5月,有知情人透露,杨振宁状态堪忧,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,甚至爆出翁帆着手准备杨振宁身后事宜了。 今年的杨振宁已经101岁,4月3日,杨振宁获得了香港大学班授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,但他没有到现场,只是发布了一则致谢短片,短片中的他靠在沙发上,条理还算清晰,但能够看出来短短的视频拍摄就费了他全部的力气。 据悉早在2010年,杨振宁88岁的时候就因为病重住进了ICU,翁帆不离不弃,在病榻前日夜照顾。 不管什么时候出现在镜头前,翁帆总是一副从容不破,不慌不忙的状态。 为什么呢?不少人说,那是因为翁帆有退路,早年间,他已冻下九颗卵子,随时可以开始新生活。 相信大家都看到过翁帆和杜志里的对比图。 二人是如此相似,杜志里是杨振宁的发妻。 1944年,杨振宁在中学当老师,杜志里就是他的学生之一,不过那时的二人没有任何关系。 一年后,杨振宁远赴美国留学,二人也就失去了联系,可缘分很奇妙。 1949年,杨振宁和杜志里在普林斯顿相遇了,也是这次相遇让二人有了过殿的感觉。 没多久他们步入婚姻殿堂,还生下两儿一女,一家五口幸福简单地生活着。 为了杨振宁的科学事业,杜志里包揽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一心相夫教子。 可以说,杨振宁获得的荣誉,有一半属于杜志里。 时间匆匆走过,杨振宁和杜志里亲手伴生,琴瑟和鸣。 1995年,杨振宁夫妻俩去到汕头大学参加首届华人物理学大会,负责接待二人的就是年仅19岁的学生翁藩。 三人留下了这张充满传奇的合影。 在接待过程中,翁藩对夫妻俩充满敬意、崇拜,根本不会想到会和杨振宁共度余生。 而翁藩的活泼开朗也给杨振宁和杜志里留下深刻印象。 所以典礼结束后,翁藩还和夫妻俩保持着信件往来。 逢年过节,翁藩都会送去祝福。 不过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插曲,改变二人命运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。 这一年肚子里的生命走到了尽头,相伴53年的发妻离世,给予杨振宁沉重一击。 此时的他垂垂老矣,子女成家立业,他每夜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录像带。 老年人的孤单,我们无法想象。 恰好这时翁藩给杨振宁发来邮件,安慰他要打开心扉,早日走出悲痛。 冥冥之中,一切注定,翁藩的到来让杨振宁焕发新生命。 他们之间的交流从信件变成电话,杨振宁还约了翁藩见面。 2004年,他们见面了。 虽然杨振宁已经82岁,但他身形矫健,思维敏捷,一点也没变。 翁藩彻底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。 他们相约一起去到广西旅行。 旅途期间,翁藩给杨振宁介绍各种新鲜事物。 杨振宁也乐意接受,二人像年轻情侣一样,骑车穿梭在椰林小路。 自从肚治理去世后,杨振宁原以为余生就会在灰暗中度过。 没曾想翁藩的青春活力感染了他,让他有了继续好好生活的勇气。 于是旅行一结束,杨振宁就向翁藩求婚了。 翁藩先是愣了一下,但他曾经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 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于是翁藩答应了杨振宁的求婚。 随后翁藩带着杨振宁回到了老家。 翁藩父亲翁云光虽然不喜欢女儿找了个这么大的, 但杨振宁的名气摆在那里,翁云飞也只能说, 关于这个事情,尊重翁藩的选择。 于是2004年的12月22日,82岁的杨振宁迎娶了28岁的杨振宁。 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, 毕竟大家印象中的科学家严谨稳重,一丝不苟, 可杨振宁竟然老数发心知,还大张旗鼓地取交期。 所以不少人质疑杨振宁是为了色,而翁藩是为了名合力, 但翁藩不在乎这些负面评论。 他对外界说,我们没有什么压力,倒是外面的声音很大。 所以翁藩和杨振宁生活非常安稳, 翁藩也勤勤恳恳,每天照顾杨振宁的起居。 杨振宁和翁藩在北京和香港各有一个家, 在香港的家里,就只有他们夫妻两个。 翁藩每天换着花样给杨振宁做吃食, 但杨振宁非常喜欢吃粤菜,更爱甜食。 翁藩生怕杨振宁贪嘴,对身体不好, 他每天都控制杨振宁的饮食摄入。 到了北京家里,他们住在清华园的大师弟, 家里有保姆照顾着, 所以翁藩和杨振宁的日常生活就是养花,散步, 毫不惬意。随着时间流逝, 杨振宁和翁藩低调的生活让大家健忘了他们之间的差距。 可在2010年,夫妻俩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。 这一年,翁藩40岁, 知情人士爆出他已经在国外动了9颗卵子, 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。 翁藩的行为引发热议, 因为他这个举动就意味着翁藩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, 但孩子父亲不是杨振宁。 这仿佛更加印证了杨振宁和翁藩, 一个畏色一个涂财, 不过这都是众人猜测。 在翁藩的一次采访中, 他透露出动软的想法是杨振宁提出的。 对于要不要自己的孩子, 杨振宁和翁藩长时间地考虑过, 他们也讨论过, 但都没有结论。 于是杨振宁对翁藩说, 我们不宜要孩子, 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杨振宁不在了, 翁藩一个人带着一个或者两个孩子,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 所以翁藩和杨振宁膝下只有杨振宁和杜智里的三个孩子。 三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, 他们定居在美国, 杨振宁在国内定居, 所以父子相处的时间并不长, 反倒是翁藩能够日日夜夜陪伴在父亲身边。 翁藩心细如发, 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三个孩子非常放心。 在大儿子杨光诺的印象中, 每次看到小继母, 他都是笑意盈盈, 为了配合父亲的身份, 小继母更是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。 杨光诺对翁藩的评价也很高, 翁藩是个善良的女孩, 我要感谢他对爸爸的照顾, 让我们姐弟三个可以放心地发展事业。 在杨振宁公开的全家福中, 我们也能看到三个孩子非常开心。 翁藩年纪虽小, 但一副当家主母的模样。 翁藩对杨振宁一番情深, 几十年如一日。 两人结婚的这十八年内, 杨振宁不止一次的病重。 在翁藩动晚这年, 杨振宁还住进了ICU, 翁藩一不解代地陪伴着杨振宁。 但是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。 如果翁藩真如大众所说的图才, 那他也不必对杨振宁如此悉心照顾。 再者说翁藩也是清华大学的博士, 有才情, 有样貌, 他的条件足以找到一个年轻有为的富豪, 何必委身于一老者。 杨振宁因为翁藩的陪伴, 他对生活充满希望, 也给自己定下目标, 活到108岁。